你會發現其實我雖然VBA的部分好像不一樣的一個東西 但是實際上你會發現如果跟剛剛公式比起來 好像這一串的這個公式其實也雷同 只是說這一串公式我只是把一些關鍵字拿掉 比如說不一樣像那個什麼絕對位置有沒有 J1我前後加雙以後其實你可以用Range來代替 那這個J的話我們是用Column你可以用J來代替 I的話用Raw其他公式都差不多一樣 那只是說輸出到哪個儲存格的位置 OK 那另外有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假設你要寫VBA 但是不是說每一個人寫程式都在行 可能寫不出來怎麼辦 我是教各位啦 其實說真的你不會寫也沒關係 真的可以善用什麼 善用Charge VT幫你做轉換 但是前提呢就是你必須還是要會寫一個啦 至少你要會寫公式 比如說你說老師我已經把這個公式寫出來囉 OK比如說這個 這公式寫出來而且可以跑 但是我沒有辦法把它轉成VBA的時候 那很簡單 跟各位講一下你只要記得一個方法 就是第一個啦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跟Charge VT講說 請幫我轉換成VBA的程式 其實他就幫你轉了 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有沒有 然後呢 也不用特別拘泥吧 你就是貼上之後先說 請幫我轉成VBA 或者是說你可以先開圖 請幫...也不用請啦 幫我就好了 幫我改為VBA的 那個叫SARB好了 SARB程式 然後帽號 貼上 但是特別特別注意喔 這個SARB程式 跟輸出公式 這個有一個地方可能要特別特別小 就是我們在輸入公式的時候 是固定在某一個儲存格上面 有沒有 他已經知道輸出到這個儲存格裡面了 A1嘛對不對喔 然後向右向下 可是SARB的話呢 如果你沒有跟他講 他不知道輸出到哪裡啦 所以請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輸出到那個SARB程式的話 你可能還要多一件事情 一定要注意 跟他講說 你要輸出到哪個範圍 因為我要輸出的應該是A1有沒有 有沒有到H Ctrl向下 H的59的樣子 我記得好像這個向下是到59 所以你可能要多敘述一下 就是這邊逗點一下 跟他講說 輸出到A1冒號 範圍的話是H59 OK 就是多這個喔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跟他講 他也會寫 只是會亂拆 那我的經驗是真的就 最後不知道輸出到哪邊去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轉化很簡單 就是幫我改為VBA的SARB程式 把那個公司貼上 記得多一個敘述 這個可能要記得 輸出到哪個範圍 範圍的話呢 就是在開頭跟他講 中間加一個帽號就可以了 OK 尾巴 好 那如果你假設不確定 你不是必定59 你可能可以給他一個大一點 你可以100也可以啦 只是他輸出的結果 可能會多跑而已啦 OK 那我們就是 或者你說 不確定輸出的那個列數 你也可以跟他描述一下 我們應該知道 我們就直接打 然後直接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他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其實 你看他的回答 就大概知道了 有沒有 前面的這個 要將這個公司轉換成VBA 其實SARB就只程序喔 然後輸出到範圍AE開始 這個應該是沒錯 那他說你可以使用回圈 然後騙力 所以他應該是用forH吧 然後把MID的這個需求 他把他轉換了 寫完了 他不是用forH 他也是一樣for 我用I他用R 有沒有 我用J他用C 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應該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不過呢 他多了一個敘述 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而且甚至他是哪一個工作表的 哪一個儲存格 J1 他一樣用range 只是後面他多了一個點Value 跟各位講 這個點Value加不加都沒關係 不影響 他好像又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他很麻煩耶 他是直接先丟到一個變數 然後再把這個變數丟到這邊來 你不如乾脆直接把他放到這邊來 不就好了 而且他這邊有指向哪一個工作表 可是我覺得不用啊 我們現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其實啦 我是覺得他這個是多做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能不能ROM 才是重點 複製一下有沒有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把它貼到我們剛剛的VBA 貼上 那當然呢 接下來我們就ROM ROM看好了 我先把這邊資料先清空 然後貼過來 接下來執行的話 不過執行應該會失敗 他一定會先偵錯 一個錯誤 正列所以 反正你偵錯一下 這個地方應該會出錯 看得出來哪裡有錯嗎 這邊這個叫工作表 這個叫名稱 續者一 這個名稱叫什麼 VBA嘛 這個叫續 所以兩邊不mage 難怪找不到 所以他跟你講說 找不到這個名稱 所以很簡單嘛 你就改成VBA就好了 VBA OK 所以他是先找到這個工作表 變成一個物件 再利用這個物件 找到這個儲存格 再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我覺得總覺得有點 有點讓 好啦 我們不管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有指定的 我們把它直接執行看看 OK OK 一樣OK 只是說 他的寫法 我是覺得比較繞圈圈 哪些地方繞圈圈 第一個 他指定哪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 你將來不指定工作表的話 其實 你是可以不需要加 那如果不需要加的話 這個W點 這個拿掉 這些都可以拿掉 所以這個可以delete掉 這邊也可以delete掉 所以你只要有什麼W點的 你通通把它拿掉 那就OK了 有沒有 那表就是這個工作表 但是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那就一定要加 OK 那其他的話 這邊也有W點 所以如果假設要更精簡 像這邊這個也不用 這個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直接拿這個 這邊直接拿過來 這個我剛剛寫的方法是這樣 然後這一行就可以不要了 有沒有 更少了 點Value也不用 點Value我剛剛講過 可加可不加 這樣執行會不會成功 應該也就成功了 我試一下 有沒有 所以我把有些東西不用的話 拿掉 這樣可不可以 然後最後這個東西 需不需要 其實也可以試情況 如果你假設 我看這個是目標儲存格 這邊哪邊會用到 Target Range Target Range Target Range 這有沒有用到 他沒有用到幹嘛加這個東西 底下也沒有 所以這個也是多餘的 所以有的時候 Target Range 他會寫一些多餘的 不知道為什麼他寫這個東西 OK 好 沒用到 所以再把它刪掉看看 再執行看看 可以耶 所以你會發現他有些地方 當然不需要但是他寫的 另外最後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宣告呢 理論上我剛剛講過 也是可以拿掉的 所以你會發現 商完不就跟我長得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變數名稱不同 其他都一樣 有沒有 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好像都一模一樣耶 所以這個 應該也不是巧合啦 我是覺得反正你寫來寫去 所以未來你不會寫VBA 沒關係 你至少會寫公式 然後你只要跟ChaiB講一下 請幫我怎麼樣 改為VBA的Sub程式 但是你可能需要知道 就輸出到哪裡 其他就OK了 然後最後今天的這個練習 請各位就是這個作業 請你把它做完之後 把它另存 記得喔 假設我放桌面 這個檔案的名稱 也叫三字晶 記得喔 存檔類型 把它改一下 我每次現在講到三字晶 感覺好像是不是有別的用途 好啦 好像就被亂用 OK 儲存一下 那我們今天呢 原則上 進度大概原則上 就是從 從90秒到三字晶 那下一次喔 我是希望說 看能不能做個統計分析看看 因為這個 畢竟這樣做 變表格 那我比如想知道 到底哪一個字喔 在三字晶裡面出現的次數是最多的 那出現次數到底是幾次 我希望是很明確的喔 不是好像 感覺這種 我不喜歡這種太過模糊的一個字眼 你就直接跟我講哪一個 而且甚至前五名算了 你幫我排名次算了 這樣我覺得比較乾脆一點 不然每次想要知道某個答案的時候 問老師 老師說好像可能大概 想說這個到底是哪 我可不可以明確一點 因為那時候沒有電腦啦 所以他也沒辦法很明確告訴你 對齁 就像那個輪域裡面到底人很重要 到底人這個字在輪域裡面出現過幾次 有沒有 還真的很妙耶 以前古人還真的把它算過 但是答案都不一樣 有的好像說114 有的說1084 有的每個數字都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假設你要做 其實你很快可以算出來了 所以請各位今天的進度 就把這個三字經完成好了 今天的作業原則上就是把這個做完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